在香港每年暑假都会举办的太阳计划活动 和往常不同的是 今年他们邀请了代表香港的黎明及代表台湾的李文 还有日本的Puffe为该活动节目 都是第一次看到Puffe黎明和李文 对他们俩的评语倒是非常的相似 Puffe他们 刚刚大家看到他们真的很可爱 长得真的很漂亮 那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很有默契的唱歌 感觉他们两个很可爱 很迷你 由于刚从美国飞过来 李文整个人都还在头昏昏脑顿顿的 因为这个看幕里呢 所以我特别从纽约 把我的英文专辑的歌录好了 就赶过来 所以刚刚是坐了这个20多个小时的飞机 所以整个人好像还在有点昏昏的这样 不过一看到韩国 Michael Jackson的演唱会表演 Coco的眼神马上为之一亮哦 我一唱两首歌 那我们有带我们十位dancer 非常非常棒又帅 身材又好的dancer 那我们有特别设计舞蹈 非常非常的棒 服装也是特别去设计了 做一套很炫很炫的衣服 所以我自己也是迫不及待的 要在这个6月25号表演 这个这些舞蹈 黎明广东专辑中有一段rap的表演 没想到吧 rap曾经是黎明最不喜欢的音乐呢 是我现在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都是给一些 我住在外面 一些老外 他们早上就起床就rap 早上念人就 所以那时候我是很 觉得很抗拒rap的 但是我今天在唱片方面 我猜不到 我现在会把我以前讨厌的东西 现在会把它重新 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说 很多东西是没有绝对的 只要喜欢的话 你会喜欢 不喜欢也可以有一天不喜欢 香港采访组的采访报道 其实大家现在跟我都一样 同一个疑问 为什么 上力量请来的黎明 是谁的留言 语音信箱在那 BBB OK 这真的是Live节目 今年的主题曲呢 上力量请来的黎明 李文和Puffy一起演唱 这首名为上力量的歌曲 其实就是 本身一首原创 是以Puffy的歌曲 那后面的部分 是由雷宋哲作曲加进去的 那所以我们大家 在三个不同地方录音 那Puffy当时在日本呢 那Coco他可能在美国录音的 应该我记得是 那我自己就在香港录音的 就是我们第一次 合作为主题歌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太阳计划 那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可以唱他们的主题曲 因为这是一个很国际化 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歌曲 因为它有日本的 有香港的 有台湾的 这首歌很好听 那听说是雷宋的写的 那现在好像有跟他谈看 下一张专辑 可不可以就是跟他合作 那他也听说还蛮愿意的 就是很开心啊 那希望可以 有一些新的火花 我们录的时候完全是分开录 那我是比较后面才录这首歌 那那时候听到 我的那个部分的音是比较高 那听说原来我的那个key 是男生的key啊 所以呢完全是 好高啊 很高音啊 但是还好 唱得上去还好 黎明 李文 Puffy 分别以乐语 普通话 和日语演绎 他们虽然是分开惯录的 但是合唱出来的感觉 效果却十分的协调 Coco在表演前与工作人员 躲在冷气车上玩得十分开心 这个是谁啊Coco 这是我的造型师叫做小伟 对对对对 怎么皮肤都在脱皮啊 她在脱皮啊 可是我叫小伟 好 对她今天??? 今天给你弄的造型 我今天没有帮她 ос military 这是我妈妈买的 这是妈妈在纽约买的 thirty 这是上衣蛮好看的 然后呢 这是小伟帮我买的 在这个纽约 Chrome Heart买的这个牛仔裤 然后头发是这位 Louise 然后装饰 这个小小姐 喜欢小狗的Coco 又被访问用的 麦克风背面贴纸吸引住 现在看到好多小狗狗 这样我访问会很不专心 我觉得好可爱 好可爱 人家一看我都知道发神经 Coco的演出十分出色 但偏偏她没有太多时间来香港 令香港的歌迷损失太多 多久没有来香港 好久好久好久 因为其实我是希望 如果有时间多陪台湾的歌迷 因为我现在在台湾的时间也很少 在亚洲时间都很少 我希望可以多陪台湾的歌迷 嗯 嗯